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篇我的朋友写的文章,题目叫《回国建文2024经济民生篇》。 这篇文章的作者于先生也是旅美多年,今天也特别感谢他允许我在YouTube的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这篇文章。 下面就是他这篇文章的内容。 有认识经济专业人士,但把该话题列为密集,虽更是浸若寒蝉。 但一年当中,注意力都不由自主多向此偏移。 从诸多微信群中密集获得的信息负面多多,外企撤出,工人失业,店铺倒闭,街道萧条,房市崩坏,泡沫破裂,房奴弃房难弃债,一些步入绝境之人,跳楼跳桥各种跳,社会上打架斗杀,利器人众。 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,2024年再次回国回乡,虽非专业人士不懂经济,就如非医生不懂看X光片和把脉,但走走马光光花总会的,看看人气色总可以的吧。 抓不到大数据,有数据也不知真假,不会解读,看不到冰山全貌,但冰山总会露出一个半个小角的吧。 所以本文只尽量客观呈现所见所闻,不下主观判断。 1. 公共交通上浮光掠影 地铁、高铁、网约车、出租车等都是我必用常用的公众交通工具。 2. 我试图在高峰时间去体验地铁,因为我在疫情前偶遇过高峰时间地铁口人山人海,限流排长队的情景。 3. 但我虽约度假,却非闲人,暂时还没有时间专门赶在高峰来出入地铁。 3. 在非高峰时间,地铁乘客基本都没有挤满,每次稍等几站都会有座位让出,有时上车即可落座。 4. 乘客百分之八九十,都为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,七八十岁的老人很少,故极少有需故意让座的情形。 4. 县为八月份学校假期,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出行。 4. 乘高铁,沿途不是经过楼群临次置笔的城市,就是民居兴罗旗部的乡村绿地,几乎没有见到荒野废田。 4. 虽不知绿地里都是什么植物,但条块整齐,被农民勤奋打理过。 4. 我遇到的一位网约车司机,他家是河南农村的,家里六口人约有十亩地,不用浇公粮,一年刨去种子、农药、化肥、水电、联合收割机等成本,一年收入约为一万元出头。 4. 当然,日常各种米面蔬菜都自己摘种,仅肉食外购,支出含医疗保险新农合每人年交320元,六口人2000元,余额生活用度紧巴巴的水平。 4. 所以他需要出门为孩子上学多挣点钱。 4. 还是这位网约车司机,才只干了一年多点。 4. 车是公司的,车份钱4800元,车充电每天四五十元。 5. 我问一个月有没有两万流水,他斩钉截铁地说,绝对跑不到,每天能跑五百元,基本稳的,七百就很难了。 5. 那天北京下暴雨,我从朝阳艳沙去海淀军舶,六十到八十元的车打不到,搜索扩大价格区间一百元才打到他的车。 5. 之前他干了五年家具安装,每天收入可达千元。 5. 疫情期间反而更好干,只要做好核检,但放开后反而不好了。 5. 他改行是因为房地产不行了,家具等相关产业受影响大。 5. 另一位网约车司机,车是自己的,不用交份子钱。 5. 油车,因为他家东北的,有时需开车回老家,电车不方便。 5. 油钱每天200左右,早上六点多干到晚上11点来钟,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,处于疲劳驾驶状态。 5. 那天正常车费应只有二十多元,但因为是提前一小时预约,留着车付了四十多。 5. 之前他是开货车的,约收入有三万多,不行后改为网约车,收入有所下架。 6. 两位司机都谈到现在正处于旅游旺季,车不会空着,正好干。 7. 三到五月,10到12月,淡季会稍淡一点。 7. 这应该是相对重要一点的信息吧。 7. 众多老百姓至少还没困难到,把假期带孩子旅游都省掉。 2. 房地产故事与事故。那位东北人网约车司机还讲了他朋友的故事,情节已经不新鲜,但系他的直系朋友,故增加了真切感。 7. 他的一对朋友夫妻,在京郊巴达岭方向花150万首付,250万贷款,买下一处房产。 8. 疫情后无力偿贷,被银行没收去仅以180万拍卖,上逾40余万贷债。 8. 加上首付及已付部分,共损失了200万余,因到达目的地,没有来得及深入细聊。 8. 有人议论,企业有破产保护,个人也应该有相应机制。 8. 在美国,如个人无力还贷,房子交给银行,便无债一身轻了。 9. 故而银行对个人审贷资格审查很严,各项收入都需可证明才会纳入考虑,工作和收入稳定性也会纳入考察范围。 9. 而中国的房贷,以我二三十年前的经验来看,是非常松的。 9. 顶多给单位打个电话,口头问下收入多少,就做完形式,风险完全个人承担。 9. 想来这些年变化也不大吧。 9. 几位朋友不约而同谈到永青这个地方,靠近河北廊坊和熊安,应该是最希望熊安能如期开发的所在。 9. 约六七年前,永青小区在北京社会上大做广告,很多人花百来万买下一套后,因想法或经济状况转变欲转卖,但不被允许。 9. 因为开发商房子还没卖完,那里地远人稀,出租也不活跃,很多户买后住不自在,便空在那里,也不装修。 9. 永青小区还在北京的学校机关推销30万元一套,比在社会上低了很多,那时几乎算白菜价,很多人入手多套。 9. 我一当大学老师的亲戚,较为清贫,但也抵挡不住白菜价的优惑,只买了一套。 9. 疫情前,房价一度涨到百万,想套利出售,但五年了,房本一直下不来,谈好的交易也完不成。 9. 现金房价已跌至十几万,也罚人问津,出租也仅数百元,月月还得交物业费。 9. 有一个做国际导游的朋友,也在永青买了一套房子,疫情期间生意受影响严重,便铁了心移民,把通州的房子卖了,移民到东欧。 9. 永青的房子做回国时的落脚点,算是物尽其用。 9. 在房屋出租方面,一位朋友在北京四环外的一个三居,去年出租一万二,一年到期为续租,再另外出租,今年只能以一万元成交。 3. 市容门市看变迁。 9. 我对北京朝阳区新园里的商业街较为熟悉,故地重游,沿街数十家门店,有的老商铺二十多年了还在,有的来回换了几次新商铺。 9. 这天看到只有一家中等规模的门面,原来像是一家餐馆,摘了招牌,卷帘门破损关闭,一副关了张的样子。 9. 那天下暴雨,在金克龙超市门口躲雨,问商场工作人员,对面的书店还在吗?大约还有一半。附近列有一个从遗存的广告窗来看规模不小的牙科诊所,位于名叫某公馆的高档楼域一层。 9. 据了解的人说,开了三四年,最近忽然关了张。 9. 而不远处,位于新园南路16号,市方豪亭内的另一家伊文齿科,却已在这个楼里24年了,依然顽强生存。 9. 之所以说他顽强生存,在于他从不做广告,深楼之内,名声完全靠多年的病人口口相传。 9. 眼镜损坏了,去到静安里雁峰眼镜店去配,和老板有一二十年的交情,互相看着彼此变老。 9. 配完镜顺便想到旁边的陶苏黄,买他特有的新出炉果酱面包,谁知却关张了。 9. 去年回来,就没有买到那种新出炉的果酱面包,据说不在店里现烤了,而是从别处一早拉来,到晚味道便差远了。 9. 估计长此以往,少人买了吧,卖不完的会不会第二天照卖呢? 9. 求省市,特色特长没了。 9. 这家小店的关张或许有别的原因,但如果今年还在,还是买不到那种新鲜出炉的果酱面包,美味不在,也就会再也没有什么念想了。 9. 有一天和朋友在薰园南路找了家餐馆吃饭,发现开了几年的大粥店不见了,门面分成了二三家小店,旁边那家以红烧带鱼闻名的小饭馆还在。 9. 二十几年前,十几年的红烧带鱼账到四十几时吃过两回,据说现在已经卖到百来快了。 9. 大晚上的朋友匆忙间把车停在路边,过两天收到乱停罚款短信,付照片证据。 9. 没料到旁边头顶上安有摄像头,当时路边车停了好几辆,才挨着停的,跟风停车要小心,头顶上可能悬着提款机。 9. 后朋友告知,网上处理时,只被强制看了两段无关的交通视频,免遇罚款,申请。 9. 顺便网上,就近找了家理发店,在一家写字楼里,楼里楼外没有任何标识,问了小玻璃房里围坐聊天的制服人员,告知在五楼,楼梯楼道均无标识。 9. 从大楼到尽头问人,告知在楼道另一头。 9. 理发师兼老板说,物业不允许立标识,这个店有自己的名字,网上是加盟店名,年费六千。 9. 这个店在这个楼里居然有七年了,房东是私人业主,估计物业太多,都记不住自己的物业地址,让他到时候交租就行,多年也不给他账。 9. 所以不让立招拍这事,他也就不计较了。 9. 何况顾客都像我这样执着,北京理发可以低至十几元,一般小区里四五十叫常见,这家128元,网上报108,按网上的收我,还加微信交了朋友。 9. 店里两间房,另有两个理发师,一个帮我洗头,另一个闲着,里外逛有。 9. 很快,我回到了闷热南当的小火炉南昌,兄弟到车站接我,在车场堵住南出,他想了一会儿明白了,现在是旅游旺季,游人多。 9. 南昌也是个网红旅游城市,这二三十年,南昌发展很快,部分新城区,路宽楼高,现代气息很足。 9. 父母住在老城区,路窄楼挤,小店门挨门,有一条老街名叫儒子街,靠近符合北路一段。 9. 双向马路中间,罕见的被一堵博强板隔断,像施工工地,却又没有施工。 9. 马路一侧的小店小铺人气较旺,而另一侧,一家连锁药店,和另一家没有店名在高德地图上标识为按摩馆的,规模不小,至少中等的样子,都关了张。 9. 没有生意是肯定的,但是是因为大环境所居,小环境不良使然,还是因为经营不善就不得而知了。 9. 而在紫固路也是一条老街,街两边的门市很多是经营婚纱拍照,上海喜堂,俨然婚庆一条街的样子。 9. 没有见到有一家门市关张,在网上惊呼,新一代年轻人都不结婚的担忧中而依然能够生存,大概能说明,还有许多年轻人的婚礼需要是能够养活一批人的。 9. 疫情后,新开张的南昌万寿宫及其商业街,一两年之内就跃升为一个网红旅游圈,据我父母家仅一街之隔,去年回南昌我就已经尝鲜一游。 9. 今年路过,万寿宫街区内游人更多,看面孔普遍较为年轻,再就是歇儿带女的小夫妇。 1. 一路之遥的老旧小店相对就冷清许多,但也有一家新开张的南昌礼餐馆,以南昌旧街景布置的怀旧风格而吸引了很多游客。 我在马路当中遇到一位瘦小的男性街道清洁工,模样有点显老,估计可能五六十岁或者更老的样子。 我笑问他收入多少,他伸出四根手指,我说四千,他点点头。 我又问,够花吗?他笑笑,不语。 我再问,家里还有其他人吗?他摇摇头。 4. 直播洗脑带货,赚老人钱 母亲每日在家,看三个健康直播,每个直播都会发五六毛至两三块的红包,买他这样的老人家观看,为他每日散步晒太阳,打牌之外,增添了些许生活乐趣和内容。 但这些直播都是带货的。 母亲刚刚和朋友合伙买了一万两千多元的蜂蜜产品,一时用不上的产品可存在其公司。 家中的用完再去取,这对月退休工资仅两三千元的他,是一笔重大投资。 他投资的理由之一是,服用该产品一段时间后,原来每年身上会起的风筝不再起了。 二是响应号召,帮助一下风农。 母亲之前是只买了两千多,而再进一步就跃升至数千上万。 显然有被渐进式洗脑,这种商业模式中,隐约有庞氏变局和杀猪盘的手法应用,让儿女不无担心。 母亲还说道,她出去这家公司的门店,有人给量血压居然说她高达二百四。 她不信,便自己买了个不错的血压剂自己量,我给母亲量了两次。 84岁的老人,血压比很多年轻人还正常。 那种产品也号称可降压降糖降脂。 合伙的朋友每月退休金一万多,几乎都买了各种直播产品。 另外有人一次还买了四万元,母亲为了让我宽心,说再也不买了。 其实直播也行,带货也行,但一次性的收取巨额款项,这样赚取快钱就有可能发生问题,这样的问题屡线不止。 5.时代虽已过去,手法却不过时。 前不久,武汉首线无人驾驶出租车,以新旗低价吸引很多人尝鲜。 当初,滴滴打车等平台也是通过补贴司机,给乘客抄低价来拓展市场。 而一旦占据市场后,便乾坤颠倒,司机成了被拿捏对象。 很多外卖公司也用过同一手法。 还是那个东北网约车司机讲述,当初网约平台补贴司机时,很多司机都让家人朋友同时注册,每天虚定跑单,让亲友同坐车上,甚至只把手机放在车上。 一个月就躺赚好几千,那个时代过去了,但是那种生意经却更成熟了,成了私本碾压,故旧同行供入新型市场的必杀计。 但据东北司机介绍,令县网约司机稍安勿躁的是,无人驾驶出租,战时可能还应付不了,车逼车走,互不相让,人与车穿行等实际路况。 不知此难题何时会被攻克。 6.90后年轻人就业状况之一例 亲戚的儿子99年生人,三年前大学毕业,受聘于外省某央企银行,工作衣食,因不洗柜台工作,转而坐车贷。 工资6千余,房租1千余,免催无窗,交通饮食花费后所剩无几。 每日业余以游戏为乐,不思交友,无论男性朋友或女友。 父母已帮妻首付当地买房,儿子说,与妻供房不起,不如裸辞回家,不用租房。 以父母首付款存息,供其躺平生活足矣。 父母自然不允,宪政努力考工中。 其父说,这还算好的,同届同学中,还有花费家中巨资,海外留学后再回家躺平的。 带着被网络信息来回搓洗过的脑沟,回返乡近一周,说实话,反而并不那么悲观了。 所见所闻,虽仅限社区一颈半鱼,为触及经济的大脑神经,也不可能深入内脏。 顶多只触摸到一方寸肌肤的末梢循环,就像盲人摸象,你不能把一条腿或鼻子当作全项,也不能说一条腿或鼻就是和全项无关的一部分。 当然,不同部位的肌肤尚有不同特征,面侠红润,但也会有毛孔,甚至黑质。 手指有甲也可能会有甲构,脚掌有茧总会有瘾臭。 总不能总持异端而忘揣全身,但端看指甲,细简眼帘,查颜观色,忘闻切问,也是医生诊断的常用手段。 一周见闻,端得在此,读者自渴细查想考。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了,希望您能够留言转发,我们来一起共同讨论,谢谢。